眷村是国共内政时期给军眷居住的村落 随着时光的挪移 现今大都的眷村已经被改建成为国宅了 先逛二村的驻地工作站 近期就前往徽山区各个国校 进行校园的巡徽站 要透过一些历史照片和文字介绍 让学生了解过去的历史 学生们在教室内听着导览志工的解说 了解当年眷村文化的点滴 展区内摆满了民国武林60年代的珍贵老照片 加上一盘文字的辅佐 让学生们更清楚地了解当年的时空背景 眷村我记得都是以前很多军人住的地方 然后以前就是爸爸他们也是住在眷村的地方 就是这样 之前那个地震他们会搬房子 然后现在的房子都是用那个钢筋水泥 然后以前的都是用屋吧 所以破掉都会下 都会漏到他们的房子 眷村在当年国共内战时期十分普遍 是当时政府为了安置军眷而设立 而这些家属们也随着军人调度部队 迁移过许多地方 曾经度过一段辛苦的日子 而在展场内的这两位志工妈妈 当年也是这样在眷村度过的 人家介绍认识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住到眷村 我们迁徙很多地方 第一个是新生南路 第二个是泰山 然后南港松山 还有就才搬到现在的那个县光二村 我们就会做一些在家里做手工 照顾小孩子 小孩子大一点的话就去工厂 都是很辛苦过来 大家都很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看这个印象会那张 你看得出来在哪里吗 在介绍导览的过程中 会发现其实有许多的学生 是居住在眷村改建的国宅 对于眷村有基本的认识 展区内也特别选择临近地区 已经拆迁的眷村展出 就是希望能够让学校产生共鸣 连接到当年的记忆 好 我先学一号宣规产场报导